先来看成英军团荷兰队 这场比赛是他们备战欧洲杯的首场正式热身赛 对手是实力大不如前的保加利亚队 小飞侠罗本没有首发出场 范佩西和亨特拉尔搭档封线 比赛刚开始13分钟 马泰森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受伤 荷兰队不得不提前用掉一个换人名额 而这似乎也预示着荷兰队此意不过一帆风顺 第43分钟 保加利亚队利用任意球机会险些过门 是衡量帮了荷兰队一个大忙 逃过一劫的荷兰队一分钟之后打破僵局 范佩西接斯内德的妙传反约未成功 荷兰队已1比0领先 然而下半场刚开场不久 范德法特在禁区内守球犯规 被裁判处以急刑 保加利亚队将场上比分搬成1比1平 第77分钟罗本替补出场 10分钟后他连续过人后直突禁区 防守球员一击关门 小飞侠摔倒在地 反复播放的慢镜头显示 对方并没有明显犯规 罗本无法难为主裁判 可保加利亚队却想难为一下 主场球迷 股市阶段 尼坦斯基近距离投球破门 保加利亚在最后时刻实现绝杀 最终以2比1击败了欧洲杯的 夺冠热门荷兰队 中复调队的队子 阳子冠热门荷兰队 中复调队的队子冠热门荷兰队